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鞠 第2111集 出发 而以自己的本事 竟然都发现不了这人的窥探 说明此人的秀为远勾自己 兵心可主 杨开立刻明白 在悄悄窥探自己的到底是什么人了 在兵心阁内 除了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兵心阁主 又有谁具备这样通天的本事呢 看样子他之前是想错了 他以为如兵心阁主这样的强者 必定会居住在城内最好的洞府内 却不想这人居然就在兵心阁中 整个兵心阁有六层 自己在三层处 那兵心阁主极有可能就在第六层 这样一个强者 暗中关注自己炼灯是什么意思 而且炼制的还是道元级中品灵灯 这灵灯对他有什么作用 或者说 这位强者关注的是自己炼灯的本事 杨开心中思绪如闪电般划过 手上动作却没有半分停止 他本打算直接炼制两楼灵灯 然后坐等时间差不多了 就去找烦心交差的 可现在知道了兵心阁主正在窥探自己 他哪里还敢这么做呀 他悄悄地在丹炉内修改了一个灵阵 不大一会儿丹炉忽然爆发出一声闷响 紧接着一股浇糊味传了出来 杨开露出失神的表情 好一会儿才重重地叹息一声 似乎是在晚西这一炉灵灯 竟然炼制失败了 将丹炉里的药渣倒出来 杨开原地休息了片刻 再次开始炼制 杨开从桑德那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入夜了 这一番炼制直接到了第二天早上 等到杨开打开房门的时候 在外面等候的樊心立刻迎了上来 幸不辱命承担三路 还请樊师妹检查一下 杨开将那三个玉瓶递了过去 每一个玉瓶中都装有四五枚 品质不一的七星龙虎丹 这也是一个道元级中品炼丹师 正常发挥的水准 樊心将玉瓶接过 竟是看也没看 仿佛对结果早有预料似的 温柔一笑道 杨师兄的考验算是通过了 只要杨师兄愿意 便可成为我冰心阁的单师 我自然是愿意 杨开硬着头皮打倒 他近着冰心阁 本指望能借机建议一下冰心阁主 混个脸书 可现在察觉到冰心阁内也是形势诡诀 让他不知贸然来应聘炼丹师是对是错 可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搭应下来 太好了 凡心大喜过我 太好了 杨师兄 你不知道 在这通天岛上 想找一个道元级炼丹师 有多难 整个通天岛 这种等级的炼丹师 不过几人而已 这几人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还好遇到了你 杨开本想问问 人家到底是怎么不符合要求的 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觉得 凡心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杨师兄 是这样的 你若是在我冰心阁炼丹的话 所有卖出去的丹药 获得的收益 都可以分你一半 一半 杨开一脸惊讶的表情 他倒不是嫌少 而是太多了点 他不需要准备材料 只是在这里炼丹而已 竟然可以分一半的收益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六成也可以的 凡心健壮 以为他对着酬劳不满意 连忙改口道 而且杨师兄 你也看到了 我们冰心阁 多的就是材料 只要你能在这里炼丹 早晚可以将炼丹记忆 提升起来的 近身地丹师 也不是梦想啊 这句话倒是大实话 冰心阁 多的就是材料 而一个炼丹师 想要提升自己的等级和能力 就是需要大量的材料来炼手 换作任何一个炼丹师 进了冰心阁 只怕都会乐不思数 不用了 一半就好 杨开摆了白手 烦心正了一下 微笑道 杨师兄真好 那杨师兄 什么时候可以过来炼丹 最近怕是不行 我三日后 这么说来是两日后了 女人约定 有一件钥匙要处理 等我处理完那事之后 再过来吧 杨开说道 烦心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不敢勉强 只能到 自然是以杨师兄的事情为主 还请杨师兄 将事情处理完之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 回冰心阁 从冰心阁里走出来 杨开静止地 朝灵殷勤等人的洞服 所在的位置行去 他要去将那修复好的静灵阵 还给人家 不大一会儿功夫 他忽然察觉到 有人正盯着自己 杨开大为警觉 立刻扭头望去 只见那边 一人瞪大了眼珠子 正正地望着自己这里 一脸白日见鬼的表情 活迹无比 旁观 杨开也是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在这通天城里 居然能碰到这位 高城城主 先前 继续大漩涡出现的时候 他与姚昌君被吞噬进 继续秘境内 一路追踪而来的 庞广也没能幸免于难 不过当时姚昌君急着找自己麻烦 又忌惮庞广的存在 会给他带来什么威胁 所以便把他给轰走了 杨开本以为 旁观此人怕是早已凶多吉少 即便他是个帝尊一层井 可在那无尽寄续海上 也很难支撑下来 但现在看来 却是自己想错了 这人命 真的不是一般的营 居然逃出了寄续海 并且跟自己一样 来到了通天岛上 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子 似乎是才来到通天岛没几天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种事的 杨开震惊庞广还活着 庞广比他还要震惊得多 毕竟他当时离开的时候 那泥岛上就只剩下了杨开和姚昌君两人 看姚昌君那几遇吃人的架势 杨开哪里可能有什么活路 势必会被愤怒的姚昌君撕成碎片啊 可如今再见 杨开竟是安然无恙 龙惊胡蒙 姚昌君不可能不是杨开的对手 这小子还能活着 肯定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或者说是姚昌君饶了他 正当旁广在怀疑姚昌君 是不是也来到了通天岛的时候 杨开却冲他理嘴宁笑 竖起大拇指 在自己的脖子处划了半圈 做出了一个消瘦的动作 庞广脸色一黑 心中大怒 心想这小子还真的消争啊 若非此地人生地不熟 他早要杨开好看了 两人虽然都看见了彼此 但也没有要交流的意思 只是互相盯了一阵便擦肩而过 对庞广杨开倒不是多忌惮 以他如今手上掌握的力量 一个帝尊一层镜确实没必要让他感到太大的危险 更何况这里还是内城区 内城区的治安还是很不错的 杨开在这里待了好多天 也从未见到有人欧斗姿势 反倒是那外城区 与此地简直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庞广若是敢在这内城区里动手 无需他反击 通天城的执法队就不会轻易饶了他 不大一会儿功夫 杨开便找到了林音琴等人居住的洞服处 距离自己的洞服位置确实不远 都是中等档次的洞服 杨开将那修复好的静灵阵 交还给了林音琴之后 又在他那里做客了一会儿 这才离开 重新返回自己的住处 刘仙云一脸焦急地迎了上来 杨开这一去就是一天一夜的功夫 让他不免有些担心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在这陌生的通天岛上 他熟悉的也就只有杨开一个人 若是连杨开都不见了 那他可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时间好像回到了好几年前 两人一到被逼着加入碧玉宗的日子 那个时候他与杨开两人也是相依为命 算是同病相连 没想到几年过去又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 师妹 我两日后要出城一趟 出城 去哪里 刘仙云闻言一惊 连忙问道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昨日去找那个炼器大师 修复静灵阵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有离开继续秘境的办法 需要我配合去取一个东西 杨开对刘仙云没有什么隐瞒 一五一十地将自己与桑德之间的约定说了出来 刘仙云闻言 面色喜忧参半 喜的是 杨开居然这么快就打探到了离开的办法 而且听桑德那语气 似乎成功率还是极大的 优的是 没人能证实桑德所言是真是假 而且即便是真的 可能也会有许多威胁 师兄一定要去吗 刘仙云轻抿着红唇问道 杨开呵呵一笑 有希望在眼前自然就要抓住 你也不用担心 对 桑德就算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也是不怕的 若他所掌握的那个离去的方法是假的也就罢了 若是真的自然最好 倒是你是跟我一起离开还是留在这里 杨开之所以告诉刘仙云这些 就是想问他的去留 刘仙云一听 立刻就明白了杨开是什么意思了 他若是想跟杨开一起的话 肯定会被杨开收进那个神奇的空间带着一起走的 他在那个空间待过一些时间 知道那地方虽然空荡孤寂了一些 但灵气却是极为浓郁 而且并没有什么化力 可以直接为人所吸收 是一个极为神奇的地方 仔细想了一阵 刘仙云道 我还是留下吧 杨开为之恶人 这个回答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本以为刘仙云会跟自己一起走的 刘仙云微笑道 这里是内城区 我待在这里也没什么危险 师兄不用担心什么 而且万一桑德那法子不好谱 我留在这里也好熟悉下这里的环境 日后说不定要在这里长居 杨开见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离开这鬼地方 反而还挺喜欢住在这里的样子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只能点头的 那你一切小心 林阴晴和舅云他们也都住在不远处 你可以与他们多多走动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许多经验都是很宝贵的 刘仙云甜甜一笑道 我知道的 师兄 一定要早去早回 我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说到最后 他不禁低下了头 脸颊微微有些发红 杨开觉得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明明是自己来征询刘仙云去留意见的 怎么搞得跟夫妻话别一样 他忙应了一声 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中 闭目养身起来 两日功夫一晃而过 第三日清晨 杨开早早地睁开眼睛 神念查探了一分 发现刘仙云 整盘膝坐在另一间卧室中 道也没去打扰他 而是直接离开了洞府 该说的前几日都已经说了 没必要再去废话 由于离开内城区 杨开便感觉自己被人给跟踪了 他神念放出 察觉跟踪他的 不过是个道员一层镜的舞者而已 虽然修炼了一套不俗的隐匿功法 但在杨开强大的神念之下 却是收效甚微 杨开眉头微皱 他来到通天城也没有多少日子 这期间似乎也没怎么得罪过人 除了一个叫余乐平的家伙 被他打了一顿之外 当时一个少妇提醒杨开 说余乐平是城主府方面的人 让他多加小心 如今看来 这余乐平还真有些门道啊 自己这边一离开内城区 就被人给盯上了 十有八九就是他派来的 内城区的治安是绝对的安宁 所以余乐平即便是城主府的人 也不敢在内城区随意对他动手 他想要报仇的话 只有在外城区 或者等杨开离开通天岛 杨开倒也不以为意 如今他对通天岛的情况 掌握了七七八八 整个通天岛除了那通天岛主 和冰心阁让他忌惮之外 其他人都上不了什么台名 所以即便明知被跟踪了 杨开也当作没发现 静止地朝城门处行去 与此同时 通天城一间茶楼里 余乐平面色阴奕地坐在那里 那只原本受伤的胳膊 也不知道服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竟是好了一大半 忽然 他取出一枚传讯珠 查探了一番 眼前一亮 理嘴宁笑道 想出城 出城好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偏来投 希望你给自己找一个不错的葬身之地 说话前 他神念涌动 传记了一道讯息 一离开通天城 杨开就知道 余乐平没打算在外城区 对自己动手了 虽然他也可以这么做 但外城区毕竟还算是通天城的范围 总好不过在继续海上随心所欲 他来到码头处 站在一棵棕榈树的下方 背靠着大树静静地等候起来 同时暗暗打量四周 看看都有谁可能是桑德邀请过来的帮手 码头处很热闹 进进出出的楼船一搜接着一搜 有外出丰收归来的 也有兴致勃勃准备出海大干一票的 还有颗粒无收 死伤惨重的 形形色色的人群展现了人生百态 杨凯很快注意到 一个打扮艳丽的少妇 这少妇跟他一样 都是孤身一人来自 站在码头附近 似乎在等什么人 这少妇长得倒是猪元玉刃 身材极为火爆 唯独那双红唇 略显得刻薄了一些 而且一双毛子极为冷烈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很不好惹的样子 许多舞者靠近他的时候 不由的都为他身上的气息所射退 似乎是发现了杨凯在观望他 少妇一扭头也朝这边打量过来 非但没脑 反而还一脸笑盈盈的神色 杨凯不着痕迹地撇开目光 不过两人都知道 对方可能是桑德邀请过来的帮手 换句话说 之后是要彼此合作的 除了这个少妇之外 杨凯倒是没有再看到其他可能的人选 或者说人家都隐藏了起来 毕竟桑德不可能只邀请了自己和那少妇两人 肯定还有别人的存在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